今天大盘最后涨了208点 重点是你在前天看出来了没有 你在昨天进场了没有 如果都没有的话 今天大涨关你什么事啊 好了 我们要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解盘很重要 你要仔细的听 今天是2022年12月22号星期四 我今天看到了一张我过去写过的刺卡 我特别给你看一下 这是2019年9月19号做的 2019年现在是2022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功力 看到了 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会拿出这张刺卡 来重新跟各位review一下 因为我发现到最近这一两年啊 市场上学我的人太多了 每天的紧盯的王统怎么解盘 那后面就跟着王统后面讲 王统说15000点 他就抓14980点 对不对 我刚才举例了啊 就是跟着我后面来讲 然后呢 也开始对外宣传说 哎呀 我们比大盘比王老师还厉害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的大盘比我厉害的 如果你大盘比我厉害 请你把你的call信 整天秀出来 给大家看 没关系 这个就是王统刚刚要讲这个用意 市场上太多太多的人啊 都想copy王统的方法 但是呢 你们copy王统的方法 这是正确的 也很好 有一点你永远做不到 因为你不是王统 我的东西在哪里 讲到这个话 我们就回头快想一件事情 二三十年前啊 台湾呢 曾经有一个行业很盛行 盛行什么呢 盛行整厂输出 哎呀 把台湾的工厂 原封不动搬到大陆去做 大陆生产 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原封不动 当然可以啊 你同样的机器嘛 同样的人呢 去做都可以嘛 但是到那边 有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水土不服 哎呀 很奇怪了 当地的水源也不行 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 当地的空气也不一样 这个就是什么 know how 你再增长输出嘛 你再厉害嘛 照本宣科超过去嘛 所以你们今天超王统的东西 你尽量超 但是有一点你永远超不到 王统的经验你永远学不会 我今天挤这个盘 我特别给你看一个资料 请你今天一定要仔细的看啊 你看一下 12月19号 下跌95点 礼拜一啊 短信杀多 对不对 我给你看的目的嘛 你注意看它的尾盘 看它的尾盘 尾盘出现了383的量 看清楚啊 我19号跟你讲 这个盘落中透强 落中透强 你们没人会相信 为什么 因为22被杀了一刀 跌了263点 对不对 日元升值啦 讲得口莫横飞啦 那今天日元怎么回事啊 日元贬值了是不是啊 还是日元不交易了 看不懂不要乱讲 乱讲是害到你 也害到你周遭朋友的人 所以我也很真心的奉劝 一些年轻的分析师 当你功力够的时候 你再上台讲 否则不要随便解大盘 你以为解大盘那么简单啊 你解个股没关系 因为个股还比较容易 再给你看下去啊 12月20号礼拜二 大条解 大条解 结果呢 杀了一塌糊涂嘛 跌了263点嘛 你看尾盘出大量 看到没有 好 12月21号礼拜三 昨天早上六四点 昨天是期货平常 一拉一杀一拉 哎呀 客气了客气了啊 结果尾盘也是出大量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好了 再来我们看今天呢 今天百花齐放 尾盘也是出大量 看到了没有 连续的四天 这个礼拜的四天而已 每天尾盘都出大量 每天尾盘都动手脚 你告诉我谁动的 看不懂了 我知道很多人看不懂了 王童今天就解给你听啊 对不对 我先讲答案给你听 这一批人 每天跟你进去 抢短收符额 我告诉你 这个盘有玄机 那这个盘会如何 送两个字 大掌 够不够啊 你们想看王童解盘呢 还没那么容易呀 真的 你去看其他人解盘吗 哪一个人敢跟你这样讲的 来 我今天告诉你一个事情 来来来 你看看王童的盘讯 我给你看一下 很多人说 我们老师的大盘比王童厉害 那就请你们把你们老师的大盘盘讯 秀出来给大家看 我都知道 市面上太多人每天都给你猜谜 每天跟你玩游戏 玩到最后位置 连他自己吃哪一档个股都不知道 我不跟你玩游戏了 我直接跟你讲了 看清楚啊 来 大盘也上了88点开出 这是今天的盘讯 9点20分发的 今天盘是强势开高 高点会过14400点 看到没有 好了 再来 整场均在盘上游走 会形成高档震荡 这收盘都收在14442了 收盘都收在1442 过1440点 14400点的秒 有吗 盘中压回均可进 昨天公开告知 吃完汤圆就会涨了 其实讲起来不是昨天 是前天 前天啊 现在再度验证 今天是百花齐放盘 会上涨120点以上 结果今天涨了208点 够不够啊 我再强调一遍啊 今天大盘涨208点 看清楚啊 来 看清楚啊 涨208点 昨天大盘涨64点 这两天 大盘就已经涨了 270几点了 拿着看 前天12月20号 跌了263点 是不是刚好把那个跌幅 完全吃回来了 你看K线就好了 K线是不是能穿过 它的高点的嘛 K线穿过高点的嘛 看到没有 有没有吃回来啊 有嘛 都吃回来了嘛 所以我说 今天盘叫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呢 在昨天我也讲过了 你马上就会雨过天晴 阳光要露脸了 结果今天阳光普照哦 所以今天你看一下 12月22号 礼拜四 礼拜四 冬至的威力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所以像今天呢 我讲啊 这个很多人又来跟你讲 钢铁啦 还有航运啦 几乎是每个人都有啊 问题是航运 王同在礼拜一就告诉你了 然后也有人跟你讲 那么汉迅啦 然后再看钢铁2002的中钢涨停了 不是长天 创新高啦 所以钢铁持续强势 你现在看到持续强势 问题是你之前看到的没有 你今天看到持续强势 我就要问你一句话了 那现在怎么办 这就是王同常常告诉你的观点嘛 我也知道中钢今天创新高 中钢今天创了七个月新高 那请问怎么办 怎么办啊 等等 你看王同的标马骨影音 好了 我们就要开始跟你进入标马骨影音了啊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